随着选情白热化 两党总统参选人更积极争取选民认同 现在也不约而同 把拜票的重点放在庙宇 马总统延续上次大选Lonestate深入继承的模式 将展开建国百年老庙祈福参拜活动 希望拉近跟选民的距离 而另一方面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已经在地方举行多场国政说明会 并且展开乡镇走透透的行程 这其中当然也要前往当地的庙宇来上香祈福 而边拜庙也边拜票 未来双英拜庙抢票的交锋情景 也将越来越多 马总统为了加强和民众直接沟通 让人民更了解他上任三年多来的政绩 马总统绝地延续上次大选Lonestate深入基层的模式 要前往国民党籍立委参选人提报的重要庙宇 参乡政变 而且还要在庙口开讲和民众拔干情 了解民众确实心里面关心的问题 以及把我们施政的成果都能够传递给民众的一个管道 来自中南部的国民党立委表示 中南部民众对信仰的感情不分蓝绿 马总统参拜庙宇确实有助于拉近与选民的距离 不过这可不是国民党独门绝招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这段时间展开 乡政走透透行程 除了下乡举行国政说明会 也不免俗力每到各地都要前往当地重要庙宇参拜 五号下午蔡英文就来到新北市平林区的宝平宫 上乡祈福 除了前程向全天上帝祈求能够当选 蔡英文也和相亲举行座谈会 被问到对手马英九也要展开 近国百年庙宇祈福活动 会不会影响蔡英文的本土票 蔡英文说马政府政绩不好才会出此招 双英都要全国拜透透向神明拜拜 也向信徒拜票 可说是一拜二股 只是最后谁能胜出 恐怕不能只看谁拜神礼数比较周到 或谁拜的神比较多 还是要看神明的信徒们是否买账 最后把票偷给了谁 记者张雄张子佳武家宝台北报道